接着我们要上到另外一个重点叫做 台湾的天气 第一个呢就是台湾的天气呢刚刚讲过了有受到 两个气团的影响 太平洋 对太平洋暖气团跟蒙古大陆气团的影响 然后台湾是一个台湾是有季风的吹拂 然后加一个山脉打开中间卡在这里 然后呢因此就造成台湾有一些种种的气候的变化 第二是季风 这个地理上交过了 季风就是会随季节转换的风向就叫做季风 世界各地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季风 只有一些地方比较有 那我们 台湾就正好位在季风 的所在的地方因为我们的 东边有个全世界最大的海洋叫做 太平洋 我们的西边有个全世界最大陆叫做亚洲 大陆 然后所以又造成这个现象 那其实季风的形成原因 跟我们前面交白天吹海风晚上吹风的原因差不多 只是它的时间跟空间的尺度差很多 海风陆风就是一天的变化 影响范围的几公里十几公里几十公里 那么季风呢就剩几个月然后上 范围只能上千公里而已 OK 好 季风就是因为 海洋入夜温度有关跟白天吹海风晚上吹入风的情况差不多 我们在 冬天的时候 冬天的时候 陆地是比较冷的 冷空气的压力大所以风就吹出去 风就吹出去 所以冬天的风是从陆地吹向海洋 然后夏天就倒过来 夏天陆地的就比较热 热空气上升 然后风就从海洋吹到陆地去 因此 台湾夏天吹的是西南季风 原因是因为这时候亚洲大陆热 热空气往上升 然后呢 风空气从印度洋往上冲上去 补过去 然后科斯利北半球向右边偏 然后就变成了西南风 西南风 然后这个西南风吹过来之后 因为从印度洋过来 所以带来的水性比较多 吹过去之后就会再长大 连续性的降 后面的倒数地上的尾巴为印度中南半岛地区带来 风配的语量是你们在地理上面过的 你们地理在念到印度跟春半岛的时候 念过他们有一些季节性的降 就是他 就这玩意儿 就这东西而已 就是这样造成的 一样的原因 同样的状况 所以你就看到他看了 左手边 印度洋的风吹过 印度空气从印度洋 吹过去 然后科斯利北半球向右边偏 然后一偏过来之后就变成所谓的 西南风 就变成所谓的西南风 OK 就是这个风场 其实是一样 然后台湾到夏天的时候呢 就整个典型的定型就是全岛高温炎热潮湿 为什么全岛高温炎热潮湿 1 太平洋高压影响 太平洋高压就是温暖潮湿的气团 2 我们吹西南风 西南风会从 印度洋那边吹过来一些含有水气的水分过来 3 我们整岛都是被高温炎热的海水所笼罩 所以全岛高温炎热潮湿 因为太阳晒 然后水气多有 有旺盛的对流 旺盛的对流就会形成 鸡状雨 后面写鸡状雨 鸡状雨就会下怎么样 前面写下午后雷震雨 所以台湾夏天会有午后雷震雨 因为有旺盛的对流 会形成鸡状雨的关系 OK 这就是夏天 到了冬天就吹什么风呢 东北刚刚看过东北季风 因为这时候是 亚洲大陆比较寒冷 温度比较低 气压比较高 风从亚洲大陆吹出来 然后科斯利北半球向右边一旋转 一正一转转到台湾就变成了所谓的东北季风 东北季风 东北季风盛行的季节是每年的10月到第2年的4月 是台湾东北季风盛行的季节 这时候台湾海峡的风浪比较大 以前有什么大陆偷渡客的时候 就是偷渡客比较不喜欢来的时候 因为台湾海峡风浪比较大比较危险 这段时间也是澎湖的观光淡季 因为大家到澎湖去玩 都喜欢坐船 到无人岛 去看这个看那个 可是东间东北季风浪比较大 比较不适合 坐船出海 所以呢 是澎湖的观光淡季 反之从4月到10月9月底 就是观光旺季 大家比较可以去澎湖去玩的时候 这是因为风的关系 那因为在东北季风吹过来之后 北部东北部地区的地形台湿和多雨 而南部会干旱 因为风这样吹过来就可以看到 北部东北部地区 北部东北部地区 因为地形台湿是多雨的 而南部呢会干旱 北部东北部地区 这样吹过来的时候这里地形台湿 就会多雨 逛下来久降风 新竹的风大 宜然这边雨大 然后这边 到这里就没有了 吹不到 所以南部的 这个交界带大约是在大安西口 三亿火焰山那边 所以如果 你冬天 走中山高速公路 往南走的时候 经常在三亿前跟三亿后天气是不一样的 在三亿前还是在下绵绵细雨 一上三亿爬坡道一下来 天气就变好 因为就吹这个关系 吹不到 东北季风吹不到 所以北部跟东北部地区的地形 台湿而多雨 南部就怎样 干旱 刚才跟你讲过 因为这个原因 OK 就是东北季风的状况 给这个地方 好